美国佛罗里达州最近出现了 竟然有两只黑熊 闯进民众住家的院子里 甚至还打架 把大清早起床的民众都吓了一跳 您没有看错 现在在画面中张大嘴巴 互相推来推去的大个儿 是货真价实的两只黑熊 结果不看还好 一看真是吓死人 两只黑熊的梁子 似乎截得很深 互相抓着对方肩膀 纠缠得难分难舍 许奈尔太太相信 这两只黑熊是为了真地盘 才会在草地上 演起全武航 不过更想不到的是 打了整整两分钟后 黑熊们没分出胜负 就原地解散 倒是美国的另一户人家 也遇到黑熊来捣蛋 不过这回场面就温馨多了 小小一只的熊宝宝 调皮地跑到别人家的车库 而且竟然还爬到天花板上 吊单杠 屋主吓得躲在车子后面偷拍 小狗汪汪叫不停 这个时候救星出现了 看不下去的熊妈妈 干脆亲手把车库的铁卷门 用力拉开 结果被老妈给吓到的熊宝宝 也瞬间变乖 一流烟地从T字上爬下来 老实地跟着妈妈回家 中情新闻 林佳璇综合报告 所以你报道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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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频剥